这个长相含颤浑身土露恶心的男人 是当地的一个恶霸 他仗着自己浑身是刀 明目张胆地在大街上收取这些摊主的保护费 大部分摊主因为害怕都不敢反抗 但是总有那么几个刺头 就比如这个波澜不惊的卖瓜小伙 并且还勇猛地和恶霸们打起来了 但只是拿着切瓜刀的小伙 怎么打得过专业恶霸呢 关键时刻还是一代刀王仗义出手 恶霸敞开所有的刀威胁着卖瓜小伙 刀王却一个贴身到恶霸身边 几下便把刀全抽出来插到他自己头上 恶霸见状直接跪地求饶 赶走恶霸之后刀王看上了这个卖瓜小伙 他蛊惑小伙当他的徒弟 但是小伙却不以为人 小伙称自己有家有生意的 为何要给别人做徒弟 但刀王已经认定了这个小伙 又怎么可能轻易放下呢 刀王便给小伙准备了一个惊喜 当小伙开心回到家 却发现自己的家已经被烧得熊熊大火 小伙赶紧泼水救火 刀王却在后面一边鼓舞 不但如此 刀王还把小伙的摊给烧了 这把小伙气得不轻 他拿起刀便追砍刀王 刀王故意给他引到村里的祠堂 在祠堂里跳来跳去 小伙便拿着刀在灵位上砍来砍去 没一会灵位便全都被打烂了 村民们生气的全都冲出来要打死小伙 小伙只能逃走 这下可好了 真的就是无家可归了 刀王赶紧跑上去幸灾乐祸 给了小伙两个选择 要么去要饭 要么就做他徒弟 这硬气的小伙却选择要饭 这下刀王更兴奋了 这却脾气实在是符合自己的胃口 刀王再次追上去 用激将法告诉小伙 如果学会自己的刀法 那便可以轻松杀死自己了 这个小伙傻愣愣地居然针上两道 小伙就这样成了刀王的徒弟 他训练小伙 握着鸟来打自己 这个训练是为了练小伙的握刀技巧 手握得太紧小鸟会被捏死 握得太松又会飞走跑掉 可见训练是真有效 短短的时间内 小伙已经掌握了握刀的诀窍 接着刀王告诉小伙 决斗时一般都不会比对方先出刀 先出刀的话便会被对方摸透身法 刀轻了表示是轻盈灵活的身法 刀中了表示肯定用劈砍的身法 刀短那就是一命搏命的贴身打法 刀长内可就是短功之刺 在刀王日复一日耐心的教导下 小伙飞速成长 一晃神十年变过久 这天刀王假装背起行囊要出门 小伙看见便连忙问怎么回事 刀王说你的刀法已经非常精进 再不走怕死在你的刀下 要去找干儿子枪王来保护自己 并故意提出自己的干儿子枪王有多厉害 小伙就这样可可连连地被带入套路 小伙高兴地喊着先去把枪王打败 再来找刀王报仇 并且跑得比刀王还快 其实呢这一切都是刀王的套路 刀王和枪王呢其实本来就是好友 他们约定好每十年就要互相切磋武艺 但因为两人之间也有情愫在 比武根本下不了狠手 每次都是平手 这俩人便心生一计 两人各自调教出一个徒弟 十年后再让徒弟来对决 也是一个证明双方实力的好办法 两个徒弟反正谁也不认识谁 更不会再比拼时手下留情 而枪王的徒弟是一名船夫 枪王是看中每次船夫都能导准同一个地方 便跟船夫说 如果能抵住枪头一次 便给他一次赏钱 枪王果然是枪王 无论船夫怎么戳 都没有办法触及到枪王分号 最后船夫使了个小聪明 他戳向旁边站着的徒人 枪王下意识去倒 却被戳到了枪头 枪王满意地把船夫收为了徒弟 枪王便也开始训练这个新收的徒弟 船夫本身就有划船耍棍的经验 只要他把船夫从划船的思路中给带着 那么一切便水到渠成 到了十年相约的时刻 枪王也是骗船夫是一代枪王 把船夫骗去和刀王决斗 新代刀王和枪王碰在了一起 随着敲锣鼓声响起 两人开始了战斗 本以为要厮杀各天翻地覆 但却被人埋伏了 两个人各自被一群恶人 拿鱼网兜住抓了起来 原来抓他们的人便是孝霸天 孝霸天也曾经是以为江湖高手 只是他当年狂妄自大 孤身一人便去挑战枪王 不仅没打过还因此留下了美丽的伤疤 打不过枪王的他又来找刀王比武 各机一样的孝霸天依然不是刀王的对手 刀王三两下便给他打倒了 并且还把手背给划伤了 孝霸天自此恼凶成怒 苦练武艺数十年 终于练成一身绝顶武艺 这次回来也没别的目的 只是为了找两人报仇 孝霸天抓走了俩徒弟 也是为了引那俩师父上功 果然当晚两人就闯进了孝霸天的府邸 面对这么多护卫 两人丝毫没有惊慌的神色 毕竟两人也是曾经的刀王枪王 孝霸天皱眉 喊来了四位重量级徒弟 徒弟们分别叫天下无敌 虽然看似赤手空拳 可是敌人袖子里放的赫然是各种暗器 刀王和枪王被打了一个猝不及防 身上被砍了树道伤口 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后 两人立即改变身法 思考新的对策 故意会便把天下无敌都干掉了 精疲力尽的两人相视一笑 这时孝霸天却开心地出来说 放出天下无敌并不是想杀死他们 而是想要耗费两人的体力 好让孝霸天更方便地解决两人 已经年迈的两人 又耗费了如此多的精力 可能两人联手都还是敌不过 但刀王枪王怎么能耽呢 枪王一个枪锋直指对方明门 但孝霸天的身法也是玩得出神入魂 一手格挡完的炉火重青 枪王一个不慎 被孝霸天一刀砍到了背上 刀王马上跟上 但孝霸天早已把刀王的身法套路都摸了个头 孝霸天改了本应该的防守 主动换成了进攻 孝霸天直接开始和刀王对拼 这下可不仅仅是刀王受不了 刀王手下的宝刀也出现了一整排的缺口 刀王已经察觉到打不过 便让枪王赶紧先去救徒弟 孝霸天哪能让两人得逞 边打边跟到地下室 船夫看到赶紧上去帮忙 但刀王已经倒下了 小伙看到倒在血中的刀王 傲娇的假装毫不在意 直至刀王假装咽起 小伙才肯叫出一声师父 两人朝夕相处十年 情义肯定也早就不如当初那样潜过 两位师父知道已经无法阻止孝霸天 便狠心将两个徒弟赶跑 赶跑之后师父们也就被孝霸天送上黄泉路 小伙逃出之后想来想去还是要去报仇 船夫怎么劝都劝不动只能跟在后面 他俩经过发现小孩子在玩磁铁钓 便想到了一招妙计 两人立马来到孝霸天的府邸 并约战孝霸天 孝霸天狂妄自大 果然拿着刀冲了出去 两人将孝霸天引来郊外后 拿出了那巨型磁铁直接把孝霸天脚泻了 两人便开始跟孝霸天近身肉搏 船夫以指为枪 小伙以臂为刀 两人一番默契配合下 双枪双刀 招式层出不穷 把孝霸天硬生生地打死 两人把师父们都埋葬好后 为了完成师父的愿望 开始了最后的比武 但是两人最后却也像师父一样 没有办法下杀手 招招都在留一线 两人最后也只是打了个平手 江湖其实也可以有温暖的情感 冷冰冰的刀剑下 其实都是一颗颗温柔的心 惺惺相惜的师父两人 不仅把绝学武功传给了徒弟们 优良的品德也是传承了下去 本片是一部相当别致的功夫戏剧 编剧黄百明描写了一个 相当有趣的故事主感 铸成了这一座无可逾越的高峰 好了今天的电影先介绍到这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阿瑞说片 明天不见不散